虽然他身体在最后的阶段 但他虽然瘦了 但是他眼睛很亮 心情很平静 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 我们自己都会想会怕 到底我有没有能力面对 但是让我看到一个修行者 他在思维空性 波尔经典 那我时空为什么要读波尔经典 因为他想要用波尔经典 让自己安住在空性 这个就是一种修行 而且透过念阿弥陀佛来修业障 因为他最大的目的 他一个生命最大的目的 我施工一辈子修行最大的几个字 来 念一下 发菩提心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他一辈子 他的生命就是这十二个字 这个很重要 各位如果每个人的生命 如果你把你生命定在儿子 事业 感情 那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痛苦 就像我从小很佩服孙中山先生 我们在叫国父 所以我永远记着 他要往生的时候 他念了什么 来 念一下 革命 奋斗 救中国 也就代表他的意志 只是现在我们学佛了 讲革命奋斗好像不对 还讲慈悲 智慧 救中国 革命还要打仗 因为在他的范围 他已经达到一个极点的人 但是因为他还没有了解佛法 那我施工就不一样 发菩提心 念佛 求生净土 然后趁愿再来 继续再发菩提心 所以因为这种法的力量 可以超越他身体的老化变化 那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几个人能够如此 但是整个世界的人 大部分很少人有这个力量 再来那些动物到鬼到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帮他念佛 我就希望他忘了他的痛苦放下 这个痛苦是一个夜报 不是真正的你 真正的你 是空性 是慈悲心 是佛性 所以念了这么多佛号经典 就是要提醒往生者 但是各位要记住 来 提醒自己 永远记住 这个叫保持正念 钱不见了 身体老化了 你爱的人离开你了 你那时候会觉得失落 很痛苦 那时候你要保持正心 提醒自己 所以最后就告诉自己 身体可以死亡 但是我的佛性 菩提心念佛 这个不能死掉 这个就是佛教的重点 这个就是佛教的重点 提悟无常 接受无常 必须念佛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你问我把修行在做什么 修行就是这个是基本的努力 如果把你把快乐定在世间的成功 爸爸妈妈健康 儿女听话健康 自己的家庭健康快乐 那你会失望的因为他 他就随着因缘在改变 这个因缘不见得说出家人 因缘就比在家人很好 虽然我们这辈子也可以出家 但是我们的身体状况不见得各位好 我们的各种状况 只是说有因缘出家 这样而已 那只是说既然出家 那是有因缘学佛 那我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如何用佛法去调整它 所以上回我们有一个居室 好像是在哪一个地方 前辈拿走了 各位在欧洲 大家聚在一起 皮包放这边 你要小心 你聊得很快乐 所以一会儿来 我皮不见了 所以有一次是在 在印尼机场也碰过一次 都是居士来跟我们聊天 跟我们聊天 我们坐这边 他们一定坐在最外面 对不对 就跟我们聊天 聊一聊 还转头就不见了 所以因为你专心在聊的时候 就有人会坐在你旁边的桌子 就在等机会了 特别机场 但是我就看他怎么反应 他掉了以后 随缘吧 跟他结缘吧 我们厉害 这叫修行 他如果不会修行 怎么办 师父怎么办 他乱了 我们就掉录影带了 这怎么办 所以 当然我想各位这些状况 你还是要去 学习 念下来 观修无常 这个观修无常 也叫禅修无常 就是说 你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 你要打坐的时候 或者你在散步 要去想 他变化了 他不见了 他离开我了 我现在两根腿 医生说要锯掉了 因为糖尿病 所以就像我一样 我每天都必须用讲话 这是我唯一的利用价值 海盗法师现在不能讲话了 怎么办 念下来 正好修行 就是这样 现在我讲话各位都知道 有点勉强 因为喉咙不好 那我这个人就是 我很喜欢念 我在房间 我很喜欢念 特别我们那个酒店 听说有鬼 正好修行 所以我就会很喜欢念 点香啊 水啊 我都一直在念 所以对我来讲 我喉咙 就一直在 勉强说话 撒牙的状态 但是对我来讲 也还好 只是 那没有了声音 那没有声音不是正好修行吗 但是你有的时候 你不去讲话 就对不起众生了 对不起 你给他念念咒 对他多好 所以 但是内心里面 就算没有声音了 那你还是在念头最重要了 念头 所以诸佛菩萨 你听不到他声音了 但是他的大悲心的力量 永远在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要升起大悲心 就是说 你要去思维自己的痛苦 这个全身到脚 没有一样是快乐的 这个世间 你移民移民移民到哪一个国家 都有问题的 这个世间没有 没问题的地方 所以我每天在跑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我都会去问这边有什么好 问完以后 这边有什么不圆满的地方 这个世间找不到 我就会越相信佛陀 原来佛陀劝我们去极乐世界 是有道理的 就算这个世间 24小时都没有温度的变化 都不用 都有东西吃 都不用赚钱 有些国家 有些国家一辈子读书不要钱 看医院不要钱 不担这个国家 听说欧洲有几个国家 也是如此 医院都不要钱 但是医院不要钱也没用 不生病比较重要 生病不要钱也很痛苦 所以这个世间 外在的世界 你的身心世界 唯一的真相就是什么 变化无常 无常故苦 苦空无我 这个世界存在的就是痛苦 抓不住的 没办法控制的 那这一点要思维清楚 好在我们归三宝 我们就是因为了解 这个世界很痛苦 所以我们要来 医治佛法身三宝 就像为什么 有些老人家说 我要搬到医院旁边 随时可以急救了 这样快一点 因为我们的生命 就一直在痛苦 所以我们痛苦 但是别人不知道 就像我出家 是因为我爸爸妈妈 父母亲这么努力一辈子 虽然有一点钱 但是我看他们 最后就是痛苦 我爸爸每天四点就起床 干嘛 运动 怕生病 不当自己起床 把我们通通拉起床 结果从小就四点起床 游泳 运动 健道 跑步 反正天天在运动 从小就训练 因为他认为身体很重要 但是身体很重要 还是会生病 所以很痛苦 所以这个世间 各位要多去思维这个道理 父母对我们这么好 都这么痛苦 那我们 等一下我从小的习惯来 专心就是天才 听佛法的时候 你不要吵我 老师上课的时候 我都很安静 因为我回去可以不用再看课本 因为老师在上课我就会很专心的一直听 因为我要把它装进去 然后下课以后我还会再思维一遍 如果下一节课老师没有来 我可以再讲一遍 各位要学这个叫副讲 副讲 我看完一遍心经 我就可以把心经的 我体悟的要点虽然不圆满 告诉对方 各位一定要学这个 这个是菩提心的 另外讲 劝进行者 就是说你听这个佛法 像各位今天听完 你一定要回家 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这个是个悲心 如果你不讲 这个佛法对你就没有用 因为你不符合慈悲 听佛法对你没用 最好你明天就拿了麦克风开始讲 最好你把今天 听回到的佛法 透过你的网路 不管什么东西 就打重点就传出去了 最好把今天的所有法会的这种功德 透过各种管道资讯传出去 让大家天下同享功德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悲心 你不能说我喜欢做我不喜欢做 因为全法国人都知道 所以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所以各位要透过你的悲心 如果你有这个悲心 像我们这次在这边参加法会 第一道的众生就听得到 所以上位格西今天在上面 要修三种法 我们都来随喜功德 大威德金刚超度法 大威德金刚是文殊菩萨的视线 然后断除众生的这种我执 所以众生是所谓在地狱岛 恶鬼岛 是因为他有这个执着 所以文殊菩萨显现成 大威德金刚来断除他们的执着 叫大威德的操作 下午修什么来 要师佛超度 再来再用要师佛的这种力量 让他们脱离伤恶道 让他们得到世间的福报 要师佛最后的目的就是 希望他们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八大菩萨接引 那各位所写的红色的牌位 念一下 度母消灾 就要念度母观音菩萨的视线 来为我们的所有消灾牌位 能够让他们脱离各种身心世间的痛苦 那我这样说的意思 各位就要做一个悲心 愿这三种的消灾超度法 骗及整个法国 以所有老人愿故为骗 骗及整个地球世界 骗及所有六道 念一下 地狱道 恶鬼道 动物道 各种人类 人类往生者 天道阿修罗道 皆同享功德 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要让他转 他转 他就在动 然后透过风 但是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心态 你的心态 所以什么叫空性 这样讲比较快 空性就是说 你的心跟每一只蚂蚁都连在一起 你的心跟最高的天神都连在一起 就像母子连心一样 你做妈妈的怎么做都会想到儿子 你睡觉睡醒也会想到儿子 因为妈妈已经习惯心跟儿子连在一起 这个叫执着 那修佛教呢 你不能有特殊的执着 如果你有特殊的执着 就会防害你的悲心 那怎么办 那很简单 把执着儿子的爱 来执着众生那就解决了 那这里面就包含你儿子了 也就是说 你的心跟所有的众生都连在一起 包括我 我为什么天天跑来跑去 因为我师父说 你要跑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这辈子没跑完呢 下辈子要继续跑 永远在跑 为什么 连接关系 就像各位这次来 我们潮州协会 各位在这边参加讽会 消灾拔度 我认为很多人都会来这边拜拜 拜拜的目的 他就是希望消灾拔度 祈愿 那你要 你要把你的心 跟潮州协会连在一起 以及来潮州协会的所有人 那潮州协会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观想 它影响了整个社会